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干嘛吗 游泳 对了 Lukas再游三次就学会了 两次 两次 ok 坐好把自己绑好 Let's go 哈喽 现在Lukas在游泳 我在旁边等他 那今天的视频 是根据微博网友的提问 希望我聊一下我们的 美国健康保险和 重疾意外以及人寿险 这个呢 我只能进入我自己所知道的讯息 告诉大家一些我们家的情况 因为我不是保险经纪人 这一块我不是很专业 那我们家的健康保险 一家四口 我阿果 Lukas Fiona 一共是1500多美金 每个月 这里面包含了 Lukas跟Fiona的牙齿保险 所以我跟阿果是需要另外付费买牙齿保险的 我们的牙齿保险大概是每人每个月40多块钱 所以就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应该是 一家四口一个月1600多美金 这个费率是根据我们的年龄而定的 每一年都会有所调整 所以你老了一岁嘛 你的健康的风险会增加 所以这个费率会增加 像我们这种呢 叫全额自费的商业保险 因为我们的收入 不符合接受政府补贴的要求 在美国呢 如果你的收入符合要求 政府会补贴给你一部分保费 那你每个月的这个保险的负担就没那么重 还有一些就是无收入来源者 那政府会提供给你全额的保费 包括买药都是免费的 这也是奥巴马时期的一个法案 叫奥巴马care 在奥巴马法案之前呢 其实在美国的商业保险 健康保险是没有那么贵的 因为奥巴马法案 它不仅对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进行补贴 它还要求保险公司不得拒绝 为那些已患有某种疾病的人投保 所以这个就大大的增加了保险公司的 这个理赔的负担 所以保险公司就提高了费率 在奥巴马法案颁布之后 我们的这个商业性保险的费率都提升了很多 所以这也是很多美国的中产阶级 很不满意的原因 另外这个保费也根据不同的档次 所谓的薄金计划 金计划 银计划 铜计划 那越好的计划呢 你每次去看医生或者是住院 你自己付的这部分费用越少 他们叫deductible 或者是叫co-pay 就是自付额度 或者是共同负担的这个保险额度 像我们每次看医生 就是60美金 而且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医生 不需要经过家庭医生的推荐 叫PPO 另外一种比较便宜的叫HMO 它会要你先去看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帮你推荐一个医生 你去看那个医生 HMO的话 你只能看网络内的医生 就是跟保险公司合作的这些医生 PPO的话呢 绝大部分的医生和医院都会接收 我们用的这个保险呢 叫blue shield of California 这个是加州比较大的保险公司 也有很多人用其他的小保险公司 可能保费会比较便宜一些 但是blue shield的话 就是理赔啊 包括提供的这些体检 各方面的保障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那PPO的话呢 就是合作的医生医院资源就会更广一些 总之就是你花的钱越多 你在看病的时候越有保障 越方便 我们每年虽然这样算下来 一个月1600多美金 每年要交一两万美金的保费 但其实相比较全额自费看病的话 应该还是节省了不少钱的 比如说我们二宝的出生 那我们如果不用保险的话 可能自费所有的现金下来 可能要两万美金左右 那我们用了保险 那自费的部分应该在三四千美金 然后如果你们看过我的视频 我前面脖子上开刀取了一个小囊种 然后阿果的脚开刀也是取了一个 一个囊种嘛 肉流 那这些如果不用保险的话都会非常非常的昂贵 像我们平时也可能是账着有保险吧 就有些什么问题都去看 其实算下来保险还是为我们节省了不少钱的 关于健康保险有一条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吸烟 第一这真的是有害身体健康 第二从健康保险 在关于对吸烟者收的这个保费上面就可以看出来 那美国有一条联邦法案是允许保险公司 收取那些吸烟的客户 比不吸烟的客户多50%的保费 这是很夸张的 比如说我们一千六 其中我一个人的差不多是 就算400块钱左右的保费吧 那如果我吸烟的话 他可以至多收取我600块钱的保费 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那同时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国家 每个州有自己的立法权 那每个州的立法对这条法案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化 因为这个法案是说允许那至于是必须执行还是禁止 这个其实州里面是可以决定的 那我了解的是加州跟夏威夷州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我都居住过 加州是禁止禁止保险公司因为吸烟的人 而多收他的保费 那不允许多收任何保费 因为这个原因 那夏威夷州呢就是相反 夏威夷州是支持保险公司收取至多50%的保费 那你看到他这个州的立法是不能跟联邦的立法冲突的 所以他支持他也不能高于50% 因为联邦只允许你最多到50% 这个是关于健康保险我们想要分享的地方 至于保险的使用吧 其实就是拿一张保险卡每次去看病的时候 你去给医生医院这些地方出事 然后呢根据你的保险卡的这个条款 他会告诉你你需要支付的额度是多少 像我们家看医生就是60 我给他60块钱 其他的钱他会寄一张账单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会支付给他其他的费用 比较有趣的是保险公司跟这些医生之间有协议 就是保险公司可以支付他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 那如果是你自己支付的话 比如说医生除了这多少块钱之外 还要charge你400块钱 那保险公司可能就会只付医生200块钱就行了 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叫network 叫网络协议这个一个价格 我现在在带Lukas在外面 我回去看能不能找到我们家收到的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些 那个不是账单哈 就是他给你封信去解释说 我们最近帮你支付了多少钱 这些钱分别是什么费用 如果能找到那封信的话 就会更加有助于大家理解这个事情 Lukas在那个上面游泳 这是游泳池的围墙 总体上来说呢 通过健康保险的这个分层嘛 比如说你的收入超过了多少之后 你是全额自费买商业保险 然后你收入在多少多少之间 这个政府会补贴给你保费的多少 然后你收入低于多少 政府是全额负担你的保险 那我觉得美国总体上来说是一个 既崇尚个人奋斗 就是你自己应该赚取财富养活你自己 又会对穷人和低收入群体提供足够的保障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今天中午跟朋友在一起聊天 还说不能理解那些老墨 墨西哥义 他们做事情或者干活 你付了还一次工钱之后 他就要消失一段时间 他就会去把这个钱花掉 去开party去玩出去旅游 然后没钱再回来干活 所以他们是不存钱的 那我们就说这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 那也跟这个美国社会的保障有关系 因为他低收入的话 其实这一块他是不用担心的 他生了病之后 他就是拿所谓的叫白款去看病 他们自己不需要支付费用 所以他没有很多的这种 关于负担嘛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不存钱 然后比较不像中国人有储蓄的意思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负担嘛 他会觉得说比较有保障 我一直举的一个例子是 我们以前在Yobalinda住的时候 Yobalinda的房子里面有个泳池 那会请泳池工来维护 每个月付给他 大概五十多块钱 还是一百块钱左右的这个费用 其实在我们看来 他们都不是特别高出入的那种群体 但是他们经常出国旅游 经常出国旅游 他经常会跟我说说 我下个星期我不来了 我要去哪哪哪旅游 我们听到都很意外的 经常发生的事情 就不是说一年一次后两次 进场 哇哦 老款老斯莱斯 这都是大富豪买的车 今天学的怎么样 能不能给我吃果尼 果尼已经吃完了 我们回家吃了好吗 Go 为什么我能看到我自己在这里面 因为这是一个镜子 走了 接完路克斯游泳 刚才讲到哪里给忘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再留言问我吧 我来再具体回答 这位网友还问了说 关于意外重疾险和人寿定头险 那据我的了解 我还是要重复 我不是专业的保险经纪人 我不懂这一块 据我的了解 意外重疾险是一种消费险 就是你买了比如说几百块钱 或者是一千多块钱 或多少钱 然后在多长时间之内 你出现了这个意外 或者是严重的疾病 它会赔付给你一笔这个保费 用于支撑你这个困难的时期 那这个好像就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都差不多 那相对于中国或者是香港来说 美国的人寿定头险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有 讲头的吧 只能说比较有讲头 我不知道我在这视频里面讲这个 这个还能不能在中国的平台上播出去 因为现在中国的很多高进制人士 都想把资产转移到美国来 那除了买房子之外 我们很多客人还会买这个 美国的人寿险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 这个转移资产的一种方式 包括会对将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那在我们的地产经济的这个业务范围中呢 也会接触到这个人寿保险公司 在哪一块呢 就是说贷款 那人寿保险公司 他们相对比较喜欢做哪一种贷款呢 就是他们喜欢做大型商业项目的贷款 比如说你个人这个买房子贷款 通常是去这个商业的银行 这个储蓄银行 那人寿保险公司呢 他们的这个保费啊 你看我们一交都是多少年 然后多少年之后再返还 所以他们在多少年之内呢 都会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收益 它不像这个储蓄银行 大家就零零散散的这个散户去储蓄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客户的这个保费 借贷给哪些项目呢 就是大型商业项目 就会存在很多年的这种大型商业项目 他们比较有兴趣做这种 那这种呢利率也比较高 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收益 拿出来一部分返还给客人 通常是按照一个经济指数 全球三大估值啊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返还给客人每年的这个分红 然后按照合约到达多少多少年之后 客人开始往外提钱 开始拿钱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人寿定头险做成一种 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基金 你给孩子计算一下 比如说我帮他存15年 存15年之后他开始上大学了或怎么样 每年可以领多少钱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灵活多样 而且从保险的角度来讲 他可以避税 你想要传给孩子钱的话 如果你没有美国的这个绿卡或者是公民身份 比如说给他遗产吧 这是有遗产税的 那如果你是有美国的身份的话 现在是400多万美金的这个起征点 超出400多万之后才会起征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能就会用保险来给他钱 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他从保险理赔的方式中拿钱是免税的 这一块我不是专业的经纪人 所以我很害怕误传给大家一些信息 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 可以我请我们的专业的经纪人朋友 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那我身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客人 除了买房子之外都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大家对这个有兴趣 那也是这位网友的提问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在未来的视频中 专门的请一位嘉宾 我也来做一个像访谈一样的节目 大家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一块的知识 那美国的这个超级富豪家庭 超上层的这种阶级 他们很多就是用这种玩法 就是他们叫所谓的慈善基金 确实它也有慈善的作用 但是更多的是他们转移财富 避税 他通过这种基金的方式 就是给孩子钱就不用交这个遗产税 那其实通俗易懂的来说就是 他让孩子不能完全自由的支配这笔钱 但是呢孩子依然可以通过保险的这种条款 规定的方式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 比如说出现什么情况 这个基金就会给他什么什么钱 上大学来给你多少钱 创业来给你多少钱 结婚来给你多少钱 生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给你多少钱 所以这孩子基本上是一时无忧 他们的财富都会传承好多代的 这也避免了败家嘛 这个钱给他拿过来全部浪费掉了 或者是挥霍掉了 那对于国内的超高净值的家庭 其实以后想来美国生活的 或者是来美国移民的 这块可以超前的关注一下 避税嘛 毕竟美国还是有一定的税负的 但是可以合法的避税 那保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刚才我在录的时候有一些口误 然后我就把它删掉重新录了 那我每一次口误的时候 录的孩子都会非常高兴 比如说 没讲好 没讲好 没讲好怎么办 不知道 没讲好就删掉重新录 我们是删掉 Delete 我们Delete 把那一段给去掉 重新录一下就可以了 好吗 就是删掉弄丢 对弄丢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回家喝果汁 然后弹钢琴好吗 然后你去哪 然后不去哪 我在家陪你 你要不要跟Vlog说再见 要 你说Vlog拜拜 Vlog拜拜 好 拜拜大家